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眼就有铁上的那种喜欢 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玩吗 才不会有时间玩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哎 白白浪费了这座生坛公园大学 没想到我想太多 我妈 我来自日本 我妈 我来自印尼 我妈 我来自香港 我妈 我来自日本 我来自越南 我妈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妈 我来自菲律宾 我来自印尼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们来自日本 我来自日本 我妈 我来自日本 我妈 我来自意大利 刚来那几天 其实很紧张 心里想得说不出来 每天唯一希望 睡醒之后就是华语通 一睡醒来 身边就多出一群好朋友 帮我很多很多次 后来 我的心声 有被听到好开心 在国外看病 正是贵到让人心痛 应该说是所有境外生 都担心的事 健保卡不是小缺心 来读书和来观光 当然不能比 回来台湾以前 我也要先做功课 哇哦 银城 在校园角落的惊喜 完全颠覆我的想象 学校餐厅 根本是台湾美食的 所以 今天是你的日子 今天是你的日子 我会说 我会说 我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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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表现世界 你快乐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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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日快乐,生日快乐! 谢谢你! 吃得好,是一大乐事 睡得饱,会更快乐 我一直认为,睡眠是成功字母 要不要也试试,太舒服了 常常让我舍不得画出半步 原来,这也是锻炼意志力的成功教练场 有一种,教育自我的挑战 叫做手忙脚乱 而且,挑战我的脑力激动 刚开始结交新朋友,也是手忙脚乱的 鸡同牙奖 却又非常期待聚在一起 牙聊天也好,欣赏彼此的文化、风速一点一点融入 或许很有可能,我们组成亚洲无敌CEO联盟 不过,在创立伟大事业之前 要先成为自己的CEO 亚洲CEO的标配,不就是一口流利华语 用功用功再用功,谁来陪我用功呢? 读书真的需要耐力与体力 你问我相信美梦成真吗? 我更相信,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专业课程 已经替我铺设好了 走向成功的路径 如果没有压力,是骗人的 还是会想家,想不决定的未来 有人可以谈一谈,正好 或者,像我同学告诉我的 安静击倒 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给心灵充充电 还有啊,假日来探城市轻旅行 收藏引入的灵感和兴奋的心情 让我越来越像在地人 更有自信打开划夹子跟大家交流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读万军书,行幻一路 高雄,好玩的路,四年也玩不玩 我喜欢这里 永远不会忘记的那种喜欢 经济最美好的时刻 就是尽情学习 专业的学习 转体的学习 生活的学习 文化的学习 自我突破的学习 我很高兴选择来到苏德科技大学 是我要你一起来的吧? 不是我去回你的 明明就是看到招生影片 对 在那些地方 看得到